晚餐时间,很多妈妈鼓励小孩吃这个布拉蜜,认为可以补钙 很多人是从小吃到大,但是我们都不知道 原来这个世界上根本没有一种鱼叫做布拉蜜 那我们吃的到底是什么呢?今天大家都在问 其实呢,水产试验所的报告公布答案 所谓的布拉蜜呢,它是两百多种鱼苗的统称 也就是说,小鱼还没有长大呢,就被我们吃下肚了 专家说,台湾人太喜欢吃布拉蜜 长期下来有可能会严重影响到海洋生态 混合蛋汁的布拉蜜丢进热油锅,夹进九层塔 大火煎炒三分钟,香喷喷的布拉蜜煎蛋热腾腾上桌 布拉蜜煮汤也是老一辈口中营养又有丰富钙质的健康料理 但很多人不知道,其实这世界上根本没有布拉蜜这一种鱼 怎么可能,因为那是从小都有听到的东西啊 怎么会没有那个东西 没错,大多数人都像这位小姐一样,直呼怎么可能 但水产试验所的报告确实指出,布拉蜜是两百多种鱼的鱼苗 就连维基百科都写,布拉蜜是有提科和飞科的质鱼组成 布拉蜜可能抓到其他种类的鱼 才会有布拉蜜是数百种鱼苗这样的误解 但专家告诉你,维基百科写错了啦 市民的布拉蜜就是我们一个俗称通称而已 混了许多的小鱼苗 可能有些经济鱼种的鱼就被抓到里面去了 这样可能会经济到伤害其他鱼的一个成长 根据统计,一米杯的布拉蜜就可能多达五千四百尾的鱼苗 等于一餐布拉蜜料理就吃进数千条鱼苗 也就是说有几百种鱼在人类吃奶嘴的阶段 就被捕捞上岸吃进肚子里 专家说长期下来不但影响海洋生态 更可能造成沿岸渔业完全灭亡 中间新闻林建彦包经营,高雄报道